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記者 李宗盛 是 沒有 所以最終我們就是兩個重點 我一直在強調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政策引導民眾這個方向 那如果說大部分的民眾都覺得這個是很願意支出的 那當然我也沒有意見 那第二點就是說 但是我們還是應該要請政府把這個相關的這個數據 他當初到底是怎麼訂出這些費用 比如說多少錢怎麼訂 多少錢怎麼訂 怎麼訂出來的 我們也希望他要提供給我們參考 這樣子 所以像網友說 他有做出說其實送到郵局 跟送到這個潮商的復留不一樣 就是為什麼這個要有這個運費 那你可以接受 早上有一個網友很早就打來跟我說 他覺得這個費用太高的原因是因為 即便用中華郵政送 因為這個是 我是覺得不要一直糾纏在這個問題 但是我要提我還是可以再談 就是 所有東西都是經過預訂 預訂或是集中送到 比如說集中這家 比如說我們 立法院這裡有超商 集中 又送到這邊就集中送過來 他也不是 他雖然是分裝好 但是也是集中送過來 那集中送過來 當然有集中送過來成本 大家有沒有考慮到說 這個一天政府是一個業主 他一天的這個 物流的這個商機給的是幾千萬 一片口罩如果是兩塊錢的運費好了 不要說兩塊五 物流費兩塊的話 政府一天要支出幾千萬 那當然我們必須要知道政府收這些錢 他算的成本 像民眾收取費用算的成本是怎樣 這個我覺得政府可以做更詳細的說明 不過因為這個也不是算是最緊急的事物了 所以我們會讓他有時間慢慢來跟我們解釋 是 對你這個問題非常好 現在事實上 我到處都有聽到各行各業的朋友 跟我反應說 事實上現在整個我們說餐飲業也好 或是其他旅遊業 觀光業都是真的非常的慘 這個產業已經到達一個很慘的地步 我覺得政府的振興界應該早一點發放 但是你的使用期間可以長一點 比如說一年 多久這個政府當然還可以再來討論 那早一點發放 讓早一點這個振興產業的效果趕快產生 這個不然現在全國各行各業都是一片哀嚎之聲 對 我個人不支持綁國旅 因為比如說我們那天 林怡華委員也有提到 比如說你要去參觀這個參加藝文活動 那你一定要去住一個旅館再去參加藝文活動 這樣子是不是有點太過強人所難 所以國旅方面是讓政府可以另外提出其他的這個振興方案嗎 像去年不是也有這個秋冬的這個軟油嗎 就是秋冬旅遊嗎 所以我覺得不一定要綁國旅 然後應該早日提出 那時間拉長一點 讓大家可以用 那這個就是中國那邊跟我們這邊的這個對防疫的觀念可能是不一樣 如果是如果你的訴說前提是正確的話就是大陸那邊可能就覺得說還有位置應該再給人家做 但是我們這邊覺得就是要有間隙的控格以避免這個傳染 像我們現在立法院開會 我們康列政府會也是有控格啊 一人座一個然後空位 空位也是做梅花座 那另外就是那個 孔少時明是二年 是 但是那個你來西亞就是那個 那個人覺得 那講說這樣子的老年人 根本就要先學會上網再上線 那個就是騙女人的場面 欸這個是沒有衝突的啦 就是說老人就是說一樣可以 比如說如果可以請年輕的這個 後後子弟 一起來幫忙 那他也可以排隊 那就是說 但是我想 李萊西他的真正的想法就是說 事實上可以讓這個讓更多人去普遍可以使用 他的目的出發點應該是在這裡 我覺得他不是說批評那個政策不好 他是覺得讓更多人可以使用 那就像他也是就是說 就是我們一直在講 政策盡量讓更多人可以更願意上去用 都是要這樣子 謝謝 謝謝 謝謝